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符合 这一年的步伐 我们走得很坚持 中国经济在风浪中强健了体魄 壮实了筋骨 前行路上 有风有雨是常态 一些企业面临经营压力 一些群众就业生活遇到困难 一些地方发生洪涝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 这些我都牵挂在心 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 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 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这八年来台湾也真的不一样 跟以往更不一样的是 台湾不再被遗忘 两千三百五十万台湾人民参与了世界的改变 更参与了改变世界 如果问我这八年的关键字是什么 我会说是世界 如果这八年 世界的关键字是什么 那一定有台湾 今天中国领导人已经定调九二公式 一中原则 一国两制 就是三位议题的对台方案 而以接受九二公式为起点 如果一味的附和九二公式 只会将台湾人 只会将台湾劝入在中国所定义的九二公式 对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 这就是最大风险的所在 而持续地以九二公式为通关密语 向台湾人民表达 可以与中国沟通 我要跟各位说 沟通固然重要 但是以主权来交换 未免也太沉重了一些 把九二公式跟宪法混为一谈 会使得中华民国宪法 落入九二公式化的风险 这才是真正令人忧虑的地方 所以我必须要讲 中华民国宪法不是风险 但是九二公式跟九二公式的连结 才是风险